在联合国安理会16日举行的八议冲突紧急公开会上 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呼吁立即停火 防止爆发全面危机 要求保护平民避免更大伤亡 坚持政治解决 呼吁八议双方尽早在两国方案基础上恢复和谈 认为安理会应发出一致声音公正推进八议和谈进程 努力推动八议两国实现和平共处 然而美方非但不积极作为阻止八议冲突 甚至还准备火上浇油 美方在安理会已经陷入空前孤立 完全站在了人类良知道义的对立面 国际社会对美国在八议冲突中的所作所为 深感失望 人们不禁要问 这就是美国政府标榜的美式人权与价值观外交吗 美国把维护穆斯林的人权挂在嘴上 为什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莫不关心 美国只问亲书不问立场 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恐怕只是拿人权当幌子吧 安理会已经因为美国反对 无法就八议冲突问题采取行动 这就是美国所说的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资讯吗 面对冲突造成越来越多的无故平民失去生命 美国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 采取公正立场 和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一道 支持安理会 为推动缓解局势 重建信任 政治解决 发挥应有的作用